我建议你们如果不懂咖啡的话 就不要糟蹋别人的咖啡 你要不然尝尝 如果实在不喜欢的话 我给您换 谢谢 喝了 够吗 你等等 我说你连人都不知道尊重 你在这儿跟我聊什么咖啡啊 自以为是的人不值得人尊重 谁自以为是啊 什么中毒研磨八二九度 我看你啊 才是个有了几个臭钱 都不知道该怎么折腾好了的爆发户 对不起 说您是爆发户真是太抬举您了 准确地说呢 您就是个半瓶子醋 兜里几个臭钱怎么了 我兜里几个臭钱招你惹你了 我自己兜里钱是我自己新兴库 一分一毫挣过来的 关你什么事 我拿自己新兴库挣的钱 买自己喜欢喝的咖啡 那是我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有错吗 请问这位小姐你 你懂咖啡吗 你凭什么那么糟蹋别人的咖啡啊 还跟我说什么特调咖啡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就是你们那花里胡哨的包装手段 为了是把这些廉价的咖啡给卖出去 对 我想提醒你啊 你这个年纪的女人 如果肝火太旺呢 我借你看中医 要不然泡出来咖啡都是酸的 找您的钱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情况 气死我了 一个最近很火的建筑设计师 那这你们同行你应该认识啊 那是 谁不认识他啊 不过人哪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 吃饭 康总电话 老公 晚上回家吃饭吗 我现在在外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完事了 回家吃吧 今天我亲自下厨 小梅走了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 顿身桥 你别走到外面吃饭 你绝对身体不好 喂 我 喂 怎么是这样 不等人家把话说完 就把电话挂了 施总 是孙总跟我说 你对我们这个项目 又有了改动 一点点小的调整 康总请你过目 我就不看了 我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通知你 我不会同意 康总你不必太过于紧张 我跟你承诺了是非常小的改动 一个非常小的改动 一个非常小的改动 我能不紧张吗 你嘴里的小小的改动 就是我的大出现 生孩子还要冒着大出现的危险呢 施总 业界都传说你是极其认真的人 我这回算是领教了 我这以前啊 跟别的设计师合作 都是我们求是他 改这个改那个 你现在倒好 你是逼着我们改这个改那个 你是倒过来了 把我从甲方变成乙方了 什么都得听你的 康总我认为这个问题 无关甲方还是乙方 我们的共同目标很一致对吗 就是为了让这个项目尽善尽美 它够尽善尽美的了 完全可以引领时尚的潮流 没必要再改了吧 就算我求你行吗 这辈子 不会再用这个时光当设计师 给孙副总打电话 好 孙副总 您稍等一下 马上把新的预算给我做出来 我知道时光这么一改 我们又要追加多少投资 妈 吃饭了 您在这儿呢妈 总是大呼小叫的 一点教养都没有 来 奶奶给擦擦 走来 我们吃饭去了 妈 来 我来抱的 行了 来 奶奶给放到凳子上 好 坐好了 您坐 妈 宝宝吃什么呀 宝宝 奶奶给加块豆腐吃好不好 豆腐好吃是吧 尝一下 尝妈妈的手 来 那个加一块啊 吹吹 你也吃吧 好吧 妈妈也吃 来 先给宝宝吃 怎么了 宝贝 怎么了 拖了拖了拖了 妈妈做的不好吃啊 好吃 春静儿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炒菜一定要少油少盐 要清淡 怎么说过 你就是不往心里边去呀 这是人吃的吗 对不起 妈 您别生气 我下次注意就行吗 您尝尝这个 炖声敲 我是按您教我的方法做的 您尝尝味道对不对 扇鱼下锅之前敲过了吗 敲过了 用盐腌过了吗 要五分钟 忘了 四康别玩了 快 四康 这拿的是什么呀 这不是奶奶的项链吗 是你拿的是不是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拿就拿了呗 问什么问呀 孩子拿了就拿了吧 拿来 给我给我 妈 您冤枉红梅了 行了 我吃饭吧 快吃饭吧 来 孙子 过来 你怎么了 你怎么才来啊 一点都不靠谱 别提了我今天 诸事不顺 等那破公交车等了半个小时 越着急她越不来饿死了 这啥 胶原蛋白 这个不能蛋白吃 帮面面对着 还是这个比较靠谱 到底咋了吗 姚姚 我失恋了 你这么急急白脸地把我叫来 说半天就是你失恋了 你潘芝芝失恋 就跟那狗咬人一样 你不是新闻了好吗 这回我是认真的 真的啊 哪个 拜托啊 皮特好吗 是不是就那个你又给他装修房子 又买家具买电器的那个呀 你这个爱情智商真让人捉急啊 我跟你说过一百次了 姐弟练不靠谱 你偏不听 姐弟练不靠谱 那什么练靠谱啊 忘年练靠谱吗 你跟简方的练情靠谱吗 你幸福吗 快乐吗 来 能这样帮我吃啊 我错了 我错了 你知道这个皮特的背后怎么说我吗 他说我是个结婚狂 说我见男人就扑 我什么时候见男人就扑了 我什么时候扑过呀 我判这只纵横江湖大几十年 我什么时候扑过别人 我有那么掉价吗 你别说哈 这小鲜肉这句话说的 倒还是在理的 你现在就是个结婚狂 你得面对现实啊 你知道吗 他就是抓住了你这个弱点 在欺负你的 真假的 我今天才倒霉呢 出门就遇到个大色狼 还非礼我 真的假的 你碰见色狼了 非礼你了吗 那得恭喜你啊 说明你很有姿色哦 找我打呀你 你下手那么重 你知道吗 最可忌的就是 他非礼我 还说是看得起我 他说得没错啊 不要打我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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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呢 别急了 我被芝芝给软禁了 你快过来救我吧 你们两个怎么老是 背着我偷偷约会啊 什么偷偷约会啊 你在干吗呢 我在敷脸呢 豪门贵夫就是不一样 还敷脸呢 你别敷了 你出来找我们喝酒 你说现在啊 好啊 那我马上就来 一会儿见啊 好 快点啊 咱们三天客 都好久没去了 你叫他来啦 他一个人 在那豪宅里待着 闷死了 让他出来透透气嘛 他不闷 人家现在是豪门贵夫 跟咱们可不一样 没听过那句话吗 宁可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在自行车后校 站住 妈 去哪儿啊 我去我爸那儿 跟我爸送点高学家的药 回娘家还用穿得这么漂亮啊 我去去就回 很快 去吧 别太晚了啊 妈 我走了 哎呀 淳妮 还没出门呢吧 那你别过来了 妈 我们都快结束了 这 这才几点呀 才七点呀 你们就散了 怎么不等我呀 太不够意思了吧 她有事呗 还不如意味淡淡 改天吧 改天吧 别到了 人家跑来了 好 拜拜 你干吗呀 没干吗 我就是不想让她看见我现在这个鬼样子 这不够的 她 怎么会想到那儿呢 对人家跑了 我还不想让她看见我 她就赢了 我还能给你 我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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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来啊 辛苦了 婷婷呢 在里面玩呢 好嘞 丑妮姐来了 爸 陈姐 我爸呢 好 她会在里面啊 那你叫她一下啊 好 姑姑 婷婷 想不想姑姑啊 想啦 姑姑可想死你了 快见姑姑亲一下 看姑姑给你买什么啦 是不是你最喜欢的酸奶呀 最近怎么了 胃不舒服啊 是不是 现在好点了没有啊 尝一尝 好不好喝 爸爸 爸爸 陈妍啊 爸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听嫂子在电话里说说婷婷 胃不舒服 我给她买点酸奶喝 你这嫂子 就是嘴里咳不住话 行了 待会儿 赶紧回去吧 干吗呀 爸 我才刚来 我陪婷婷玩玩 爸 这店里的生意不太好吧 这一晚上就这么几个客人 没事 刚开业嘛 总是得攒点人气 日子久了就好了 这个给你 这里边有三十万 不行 你撞销花了那么大一笔钱 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这钱是专门给店里留的 拿着吧 你马上停停生日 拿着 行 等店里赚的钱 再还你 还什么还呢 一家人还说两家话 咱们这个家呀 咱们这个家呀 多亏了你了 没有你呀 哪儿有今天 不过 你别怪我赶紧走 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 不能抬脚就往娘家跑 也让你婆婆不高兴 我知道吧 我问你 我问你 你婆婆对你好不好 好啊 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 什么活都不让我干 真的 我骗你干吗 对了 我还给你买点东西呢 你又买什么了 你不是血压高吗 钱一阵睡眠又不好 真好啊 行了 你看啊 记住了 这个呀 是管你睡眠不好的 如果睡得不好的话 晚上喝一点 还有这个 这个特别好 你血压那么高 必须要背一点这个 不舒服了 吃一点 东西啊 都是好东西 不过呀 我的身体挺好的 别再乱花钱买这些东西了 怎么能是乱花钱呢 你钱一阵高血压还那么严重 听我的话 身边一定要背一点 吃完了我再给你买 好吧 爸 你觉不觉得现在咱们家 婷婷长得越来越像过了 我问你 你想不想跟康乔好好过 爸 当然想了 想你就必须把婷婷忘掉 你这么藕断思练 三天两头地往娘家跑 迟早会别发现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 知道了 齐初 以后不到逢年过节 别回来 听话 好 我还要知道 我当然要 안听人家 快乐 我还要不要 你只有把婚 Give食物 我还没有要备 我家的人我都在意 我Ro shield你 这不在意 你还不在意 你还不在意 我 我现在得意 笑笑 你怎么才回来 怎么着 怎么了 打你手机你也不接 干嘛去了 喝酒了 你怎么 你到哪儿 你到哪儿喝酒去了 这孩子 你跟谁喝的呀 芝芝 又失恋了 又是芝芝 一失恋就找你喝大酒 哪天我见人都得跟他好好说说 你是有家的人不像他 他到底还想不想嫁人了 妈 等他睡了 你看看 我跟他说点事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星期六吗 还是星期三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全职全职你干不了 跟你介绍一坚持你不想干 你想干什么呢 什么我想干什么呀 你这么走一方得罪一方有意思吗 你还想不想在建筑界混了 我得罪谁了我 严老板给我打电话 扒我骂一顿 你到底你们怎么了 你别他妈的跟我提那个姓严的 我告诉你 你嚷嚷什么这个东西 拜托你别给我介绍这种牛鬼蛇神了行吗 我不给你介绍你天天当服务员 你能接着案子吗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那不是服务员 那是咖啡师 你非要这么矫情吗 建筑界就这么大 咱谁都得罪不起 哪一炷箱没烧好 以后就没饭吃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饿死 我也不烧姓严的那炷箱 你非得这么作吗 你林黛玉啊 你叫林笑笑 你在家怎么跟我任性都可以 出去别人不吃你这套 怎么任性了 我怎么任性了 我告诉你 当枪手也是有尊严的 我要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 而不是什么 说 知道外面人怎么说你吗 你那么有自尊 为什么永远别人跟你说话你都信 就我跟你说话 你什么都听不进去 别人说话都可信是吧 那个信严的说话你能信吗 她怎么了 你告诉我她怎么了 她 说呀 你别以为你是清华毕业的 你才华横溢 没什么了不起的 现在是你在找工作 不是工作找你 我求你了 杰芳 你怎么了 你又当摔收场柜子是怎么着 妈 我那个明天一大早就有课 一天的课呢 我先回学校了 你让她睡吧 她是谁呀 她不是你老婆吗 你不该关心她吗 活该 我就给你们当牛做马是怎么着 妈你说她多少回来喝成这样 你得说说她呀 她心里难受她能不喝吗 妈 你别留她了 你让她走啊 你留她干吗 阿姨 你闭嘴 剑教授 我真的好谢你啊 我要是有地方去 我也走 我告诉你我也想走 我也想逃避 我也想当甩手掌柜 可是呢 我没有地方去 我只能乖乖回家 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你还是我当初认识的令笑容吗 变成什么样了 我想问问你我变成什么样 笑笑了 笑笑 我变成什么样 少说两句你们 我变成什么样了 你把手放开行吗 我成什么样了 你把手放开行吗 我成什么样了 你把手放开行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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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她的样子了 你看到她嫌弃我的样子了 眼不是眼 鼻子不是鼻子 一百个的不顺眼 你再这么喝下去 你就是成酒鬼了 那是 我在外面受了委屈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听过我说话吗 你认认真真的听过我说话吗 我再不喝酒 你是想憋死我吗 你就会数落我 你就会挤得我 除了这个你还会什么解教授 谁挤对你了 你自重一点 自爱一点行不行 林向耀 谁不自重了 好 谁不自爱 笑笑笑笑 好了你们 你们两个 谁不自重了 谁不自爱了 你在帮我屁方了 你知不知道 你们两个活祖宗 谁不自爱了 走 你飞一把 行了 行了 你走吧 你们俩都是活祖宗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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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 你看你怎么喝 喝这么多酒啊 来 来 喝点酸胆 胃能舒服点 喝酸胆结酒 来 你啊 我来 你拿酒 你拿酒 你不能再喝了 不能再喝了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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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再喝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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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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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楼 睡觉 这次可是你说的啊 睡觉 喝蛋 喝气 喝门 喝酒 来 来 喝酒 喝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妈 我有话跟你说 保姆的事 你得说说你妈 我妈那人啊 就这脾气 什么事你得顺着她 保姆的事啊 过不一天再说 行吗 这 是 这全交给你啊 你确实有点辛苦 不过啊 家里也没几个人 你这不是每个星期 还有两本终点工呢嘛 对不对 不是辛苦的事 我辛苦点没什么 关键是你妈再这么把人终点工给辞了以后 我们家列入黑名单 没有人敢到我们家干活了 哪有这么夸张 谁给你夸张 我说的是真的 你看这才多长时间啊 这就不到半年吧 你妈赶走的 阿姨这 这 这 这举着手指的都数不过来了 我妈是挑剔了点 就是不愿意生人住在家里 你妈那哪是挑剔啊 说句实话 你别不爱听啊 其实你妈骨子里 就是有点瞧不起人 就是觉得那些阿姨呀 都是乡下来的 看人家干活不利索 嫌人手脚不干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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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餐 阿姨 阿姨 如果把婚姻比作一出戏 演技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多少已婚女人 扮演着双面主妇的角色 一方面 他们努力扮演着好老婆 好媳妇 好母亲 另一方面 又按捺不住对生活的期待 渴望在平凡乏味的生活中 收获一些浪漫的补偿 笑笑 笑笑 单单发烧了 笑笑 醒醒 单单发烧了 三十九度一呢 咱们赶紧去医院吧 好 你别着急 我去看个景 单单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说发烧就发烧了呢 可能是跟检方玩游戏 脱衣服了也高兴 受点凉了 这个检方 这个检方 一天到晚就知道给我添乱 还不如不回来呢 哎呀 别说别人了 你看看你 再这么喝大酒啊 真成酒鬼了 所以说不是你重要的 但是你中间火 还是你重要的 再来 再来 面膜 毛的毛 毛的毛 我去 毛大毛 你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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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毛大毛 你干吗啊 你为什么会在我这儿 你喝多了你让我来的 我 我让你来的 来干吗来了 照顾你啊 那你就能睡我去啊 你对我做什么 跟你做了面膜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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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昨天我一个手指子都没碰你的 虽然昨天晚上有那么几个 瞬间你有那么几个姿势 我实在是很想碰你 但是后来被我忍住了 因为我毛大毛 不是那种称人之危的人 即使我称人之危 我也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其实这样的 昨天晚上我来在旁边照顾 你没想到我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了 你放心我会把咱们俩睡在一起的事 懒在肚子里边 不跟公司同事讲 好吗 好不好 怎么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睡着了 为什么 对不起啊 我面膜之前不碰我把妆先卸掉 我这样很伤皮肤的你知不知道 什么东西那么丑 你放屁了 毛了毛 你把我们家怎么了 毛了毛 好 帮我找什么招了 坏了 快 你怎么把麻布给煮了 这不是麻布 我这是给你熬的草 要让你行行酒 帮你恢复一下元气 臭死了 在楼上睡觉睡过了 我糊了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啊 怎么样 乱男朋友 你成心的吧 成心的 想把胃成一头猪啊 对啊 我想把你喂成一头猪 谁都不要你 又要你 我要真被人指出了 我就把你给捅吧 够我够够我 你永远是我心里的 纯真女神 你是喝粥啊 还是喝汤啊 你自己喝吧 我还是喝我们酸奶吧 这一大早上呢 好点了吗 头疼 麻大麻 你别告诉我 你喜欢我啊 这不是很明显吗 真喜欢我啊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那你太复杂了 怎么呢 你知道我们俩最大的区别 是什么吗 什么 我不喜欢女人 你也不喜欢女人 这不是共同点吗 不是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俩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你喜欢我 我没有办法喜欢你 可是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呀 那太难了 你看你每天活得女里女气的 又不是护面膜 就是喷女生水 又不是就是做饭 烧汤 咱俩以后做闺蜜吧 我叫你一声 毛妹可好啊 好啊 毛妹 好啊 那咱俩以后就是好闺蜜了 好闺蜜 那咱俩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睡在一起了 想想就可以 你好坏啊 你太坏了 那是不可能的 晚上就睡回容觉了 不要过来啊 不动不动 真乖 您盯着点啊 挂完他叫我 哎 好 好好好 哥他真的懂了 哎呦 你怎么才来呀 给他熬了点皮蛋瘦肉粥 哎 怎么样 烧退点没 那他刚退烧 能吃这荤的吗 没事吧 淡淡爱喝皮蛋瘦肉粥 对不对 要不然他也没食欲啊 来 妈妈把你把床摇起来 咱们吃早饭了 哎呦 我来吧 我来吧 你看你这满头大汗 来 擦擦擦 嗯 行 这天气好奇怪啊 忽冷忽热的 难怪当男会感冒 是啊 你说 这一感冒吧 又要犯病 年初刚犯了病 这孩子得遭多少罪 躺着不动啊 我刚才问过了 化验报告出来了 说他没什么大事 就是胺基酸只出一大异常 说住院观察几天就好了 你去给检放打个电话 让他到医院看看丹丹 算了吧 他这学期 教学任务重 一星期有六节大课呢 笑笑 不是妈说你 你看检放现在变成这样 有一半不是你的责任吗 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来 什么都不让他做 整个人一甩手掌柜的 到处你可别怨别人了 其实我也没怨过他 要怨呢 就只能怨学校离得太远了 现在又是他出成果的时候 时间多浪费在路上了 多可惜啊 等他买了车就好了 很快有了车车 爸爸就可以回家了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是不是的呢 哎 傻乐吧你 乐观不好啊 好 不是一家人哪 不进一家门 就你这点儿 特别像我 那你还老说我 打电话去 是 老佛爷 你顾佑啥呢顾佑 借我开会儿行吗 为什么 我还没开过这么豪华的跨洁车呢 我这车不能随便给别人开 这车也是有个性的 随主人呢 你这车有什么个性啊 自由 浪漫 探知 这广告不是为我写的吗 让我开会儿呢 你下去 下哪儿去 我跳车呀 没到公司呢 我下哪儿去 我这车为什么有点抖啊 抖 没 没有啊 我这摊押有问题 你等会儿 我停车 怎么了 又后轮有问题 抬压 不是挺好的吗 没问题啊 你下去看一眼吧 你­ 嘛 来 来 莫莉 怎么来了呀你 跑 咱们走 咱们走 探索子